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毓民 一息上传,继续发声 MyRadio要不要运作下去,要靠大家的支持 毓民在这里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请付费支持我们的节目 第二,请订阅YouTube频道 让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看到我们的节目 令到MyRadio可以原歌不绝 大家可以经乎PayPal、PayMe、专数快 或者Patreon调交月费 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 持续支持MyRadio的月费计划 咦?为什么我常常在YouTube 坐过了MyRadio的直播节目? 我明明已订阅YouTubeMyRadio的频道 当然啦 订阅完MyRadio的YouTube频道 你还需要按旁边的小铃铛 再选择全部 那MyRadio一有直播 或者有新的节目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 MyRadio在YouTube频道的直播 又或者是新节目 还有一样东西 千万不要忘记 这件事我当然知道 交节目月费来支持MyRadio 现在除了经PayPal 还可以经PayMe、转数快 或是Patreon交月费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民踢爆》 今天是2021年12月24日平安夜 毓民在这里 祝各位圣诞新年快乐 继续支持MyRadio 今天的主题就是 要讲香港这些高等院校的校长 为了依附权势 不惜打压学生的自由 继续香港大学校方 在深夜鬼鬼祟祟 拆除树立了在港大校园 超过20年的国伤之柱 一个丹麦雕塑家的作品 关于这个国伤之柱 过去也有很多讨论 他一直都是一个香港大学的校园 不久之前 香港大学校委会就说 叫支联会的人 拆走这个国伤之柱 关支联会的人有什么事 历年20年来的大学生会 他们都认为这个国伤之柱 放在这个香港大学校园 是恰如其分 这个最理想的地方 香港大学 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大学 当年北京大学 蔡元培校长所主张那种 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这个是大学的一种很重要的 这个所谓自由思想的精神来的 是不是 难道在大学里面 大学生连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 大学生连一个言论自由都没有吗 或者大学生对时局 或者对国情 对香港的政治 甚至对中国的政治 他不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不是应该兼容并包的吗 在香港大学校园里面 也有很多在大陆来的学生 他们可能很爱国 很支持共产党 他们也有空间 去发表他们的意见 是不是 那当然了 现在国殤之处是说六四的 是不是 原来现在呢 就是香港特区政府 就是揣摩北京共产党的意思 所有关于六四的 这些所谓的象征 或者六四的集会 全部都没有办法去举行 不准你有六四集会 六四烛光晚会 虽然每年行礼如宜 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现在呢 你就不用知道 在铜锣湾 有六四烛光晚会 支联会也都被逼解散 支联会所设立的六四纪念馆 也都被查封 喂 这些叫做 就是 自己看不到 就当真是看不到 我看不到就看不到 自欺欺人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过去这二十多年 六四惨案 在香港人心目中 那个印象是没办法磨灭的 你怎么去歪曲历史 散改历史也没用 或者你不让这些所谓 象征六四的 这些图腾的出现 或者你不让香港人 去参加这个六四 触国晚会 纪念六四 但是改变不了历史 你这些香港高等院校 包括你香港大学 去拆走国殤之柱 中文大学 拆走新民主女神像 然后岭南大学 一样是鬼鬼祟祟 去围封六四的浮雕 你大学校方做这些事情 是可耻 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领导人 这种行为 是无耻之由 是会遗臭万年 你这些人 包括港大校长张祥 中文大学的校长段崇志 还有岭南大学校长郑国瀚 全部都是人 是学者之耻 正如顾廷林所说 是大夫无耻 是位国子 如果你说你自己是中国人 是吧 你就是中国之耻 香港这些高等院校的校长 高薪厚历 是吧 最低人工的那个 年薪都五百多万 是吧 有些去到拿成千万人工 是吧 还有独立的房舍 是吧 独立屋给你住 是吧 高薪厚历 就是为了这些高薪厚历 做出这些无耻的行为 是吧 有些人说 哎 形势比人强 现在共产党大军压境 是吧 共产党叫你做的吗 中联办叫你拆的吗 是吧 这些不是揣摩北京的意思 揣摩上意 为什么过去二十几年不做这些事呢 是吧 是吧 为什么国伤之处 最初搬进去的时候 有争议 但到最后都被他 放在大学校园呢 为什么这个中大的 新民主女神像 就是陈维明的作品 是吧 当时都有争议的 是吧 当时的中大校长 沈祖瑶 到最后 都是被学生 放在这个中大校园 是吧 不过要你放在一个 比较适当的地方 是吧 岭南的六四浮雕也是 为什么今时今日才做这些 原来有了港居国安法 原来现在共产党大军压境 原来现在是极权统治 一个党国体制 不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你这些大学校长 是吧 你就是做应声虫 你有什么学问都没用的 古语有人事先气息而有文艺 你没有那个道德人格 你多有学问 你都是坏人 是吧 所以小弟 極度看不起这些大学校长 是吧 哪怕你多有学问 是吧 你有多有学术地位 你都是人渣一名 这些所作所为就是人渣 无论是六四国商之处也好 这个新民主女神像也好 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也好 他们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意见 对这个所谓1989年在北京 就是这个春夏之交发生的这场 爱国学生民主运动 最后被共产党的解放军入城屠杀收场 是吧 大家 不敢忘记这一件事 是吧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教训 大家都紧记这一件事 是吧 希望以后 不会再发生同类的人渡灾难 是吧 以及提醒香港人 是吧 三十多年前 在北京有六四惨案 是吧 今时今日 由19年 20年到21年 这两三年间 香港 有无数那么多 是吧 就是优秀的年轻人 被这个极权政府送入监狱 是吧 香港是 开埠以来 一百六十年 是吧 最多政治犯的 这个时候 就是 这个极权政府 所以我今天写了一篇 讲这个林郑月娥 你去面性 还要在刑台 于是另外想起刑台入血的故事 Son of Heaven 一位中法混血儿 是慈禧太后御前女官 写的一本书 Son of Heaven 后来亦做刑台入血计 或者光碎入血计 或者光碎入血计 习近平就在刑台 坐在一张笼椅上 建立林郑月娥 所以我就想起这个故事 是吧 就是 林郑月娥 当然不会像江水皇帝 那样 下场那么悲惨 对不对 因为 时代不同 他不会刑台入血 他在刑台最多是喝喝的 之后 结完这个 习近平就不会入血 入血就会死人 是吧 光碎王帝在刑台被毒杀 在刑台 丘禁刑台之后被毒杀 是吧 那我们当然想见到 林郑月娥的下场 跟光碎王帝一样 但光碎是好人 林郑是坏人 是卖港财 那些头号卖港财 就算刑台入血 跟光碎一样的下场 我们也不收货了 大佬 万死不足以闭其沽 你中国现在帝王统治 与专制帝王统治有什么分别 香港过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现在就是极权统治 所以你这些不家产 每个都在绝勇洗字 唯恐不及 做这些小动作 还要鬼祟到不得了 你这三个大学校长不死也没用 大佬 有些人说 欧文你不要再说这些东西 你经常骂他 这些人都没用 于是何保 我现在告诉你 一定要说 你鬼鬼祟祟 然后网媒登了 报纸又不登 主流媒体 登也不会谴责他 那他就过骨 我这个节目 一个星期下来 段估都有五万到十万人看 那些五万到十万人 有看我这个节目的人 就知道我怎么去批判这些人渣 学界的败类 最无耻的知识分子 我不说谁说 所以一定要说 打片一定要打他们 想继续打出来 让大家认得这些混蛋 是吧 他们是不需要做到这么扑街的 他就做到这么扑街给你看 你不要跟我说 他们没办法的 他不做 可能没办法 我觉得未必 大哥 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 你是拆鞋 你是揣摩上意 所以香港或者中国 最扑街的是什么 就是人 有这样的政府 就因为有这样的人民 所以共产党可以千秋万世 就是因为十四亿人民 就是两种人 一种就是坐穩奴隶 一种就是争取去坐穩奴隶 那这个极权统治 就可以千秋万世了 是不是 他敢抹大眼说大话 说现在香港这种选举 才是最民主的 然后说你美国佬 去批评这种民主 你是没有资格 包括有一个更价格的 或者跟这一班一样 那么价格的 又是学者 叫做刘兆佳 是吧 他说这是中国 对他制度的自信 然后抗衡这些 所谓西方民主 有这种制度的自信 就认为香港终有一天 是会实现到 一国两制的民主 你又在这儿说什么 刘兆佳 七十几岁人 死亡一世 不死大半世 你这样可以买共产党 屎乎都可以 制度的自信 就可以抗衡西方的民主 香港的一国两制民主 就是始终都会出现的 制度民主 制度的自信 你说什么 这个所谓制度的自信 是什么 就是 那个所谓完善选举制度 就是国安法 那种所谓的极权统治 这个叫做制度自信 你说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死一百次也不少了 休息一会